有一个反馈,谢谢大家 我们复习一下,这今天已经是咱们万斯班第六节第三节课,咱们来复习一下前两节课,我们所学过的单词,刚老师来想一想,那么你把它所对应的这个中文打在我们公平之上,首先第一个单词叫做distort,我们说distort the truth,distort the shape,distort the voice,所以说它是加强扭动,对不对,表示的是扭曲,没错,多指的是那种抽象的扭曲,如果是一个具象的扭曲,大家还记得是哪个单词吗? 如果是扭曲你的身体,我们用到的是,也是tort这个词根,但是不是一个单词了,叫做contort,没错,叫做contort,忘了同学要赶紧记得在本门上回忆一下,第二个单词是segregate,segregate,se表示away,那么greg这个词根呢,表示是group,组,对不对,那就是把你分到不同的组里,白人一组,黑人一组,segregate,隔离,对不对,有指的是种族上的隔离,好,第三单词mitigate,重要啊,我这一踢门,我的心情怎么样呢, 得到了瞬间的缓和跟缓解,mitigate,是平和,是缓和啊,没错,是平和,是平心,是缓和,第四个单词,slather,snake,slather,snake,slather,snake,slather,我们说蛇呀,它是怎么滑呢? 哎,没错,叫做滑行,对不对,sl开头单词都跟滑动相关,好,第五单词,exclaim,exclaim,那么说是叫,对不对,那怎么叫呢,向外去叫,大声去叫,大喊大叫,哎,没错,大喊大叫,exclaim,第六单词,尚尼克学的号叫sineway,又长了四块心腹肌,sineway,又长了四块心腹肌,好,没错,它表示的是肌肉的,肌肉发达的,没错, 那么同一单词就我们的mascular,对不对,mascular,browning,ok,第七个单词啊,domesticated,domesticated,我们说domestic指的是家庭的,那么你看,现在老师呢,把它编成一个动词,加了at,再加一个地边形容词,domesticated,表示的是,驯化的,对不对,家养的,驯化的,没错啊,驯化的,第八个呢是ordeal,说你是想要什么呢,还是说想要交易呢,something ordeal,对不对, 你是想要痛苦的,严峻的,考验的,还是想要交易呢,ordeal啊,指的是我们说这个tribulation的同一听完词,上天给到你幸福快乐之前呢,首先要给到你就是让你的磨难,对不对,ordeal,好,第九个单词,closal,closal,一起损失,巨大,co together,中间的loss,损失,对不对,变成形容词之后呢,一起损失,表示的是巨大的,great,第十个单词,domain,domain,我们说dom这个词跟呢有两含义,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home,家庭的意思,第二个呢就是root,统治的意思, 那在这个单词当中很明显使用的应该是家庭的含义,那么看家,小家是家庭,大家呢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我们所说的领土,对不对,叫做domain,同一听完词叫做territory,想想了吗,territory,domain啊,好了,这是上一节奏学的单词,咱们再来一组啊,再来一组,首先这个单词recluse,recluse,那么词跟cluse呢,它影视的是close,关闭,对不对,re呢应该是back,就是向后把你关到外头了,你也不想进来,反正是,你压根也没打算进来,证明你是一个隐居的状态,对不对, 没错啊,隐居叫做recluse,再往下,下一个单词insulator,insulator,那么这里的这个sul呢,其实影视的是sole,solo,单独这单词,独自这单词,对不对,我们这样说,你最近是不是还单身呢,有些稿头说法就是,你最近是不是还在solo,对不对,那个solo呢,其实影视就是solo,单独独自的意思,那么这里的in呢,它是一个加强的概念,对不对,就是加强单读,没有人愿意接触你,你就是一个绝缘体,没错,我们说爱情的绝缘体的话,love insulator,love insulator, 好,再往下一个单词叫indict,indict,注意翻译好,c翻译的,那么这单词说的是,把你,怎么样呢,dict这个词根表示是,to speak,说,那说怎么样呢,说进监狱,in prison,所以说indict,说进监狱怎么样呢,是不是表示这是,起诉啊,没错,起诉,他还把他说进监狱,同一句单词就是上天课老师讲的那个sul,哪个单词,还记得吗,sul,通过邪金来讲,sul,起诉, 第四个单词,contradict,contradict,我们说还是说,这会怎么说呢,country,相反的,反着说,所以说它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反驳,对不对,反驳,好,第五个单词,benediction,那么这还是说,说什么呢,benefit,表达是好的,对不对,benny这个简直指的是good,说好话就是我们给到的,祝福,great,好,第二个单词,cause it,cause it, 说co together,做呢,大家一起围着你做,你真的是我们万词班的什么样,大家一起,比如说围着老师做,那我就是万词班的宠儿,对不对,宠爱,没错,cause it,宠爱,宠义,第七个单词,trifle,trifle,这一单词呢,此根,前缀,这个前缀,这个数字前缀,trifle,是3,3,对不对,那么说,这个其他国不大义下班之后呢,在三岔路口谈论的那些都是trivial details,那些不重要的小诗呢, 变成名字之后,trifle,这就是所诗,所诗特别好,第八点词,confer,说一起给,那么如果说表达一起给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想象的名字,conference,那么衍生过来的名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两意思,没错,如果是一起给的话,就应该是收语的意思,对不对,如果是conference,名字变得动词呢,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协商的意思,conference,confer with somebody,跟某人去协商,就相当于是negotiate with somebody, 好,第九个单词,a price,这一单词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一单词词根呢,prase呢,它其实指的是这个value价值的意思,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呢,a还双写了手字,我们就是加强把价值能够给它估计出来,同一单词应该是我们的evaluate,好,评价,对,那接下来呢,第十个单词,nuclear,nuclear,它长得是不是特别像我们说那个negative,消极的那单词,对吧, 那么说,其实消极的事情呢,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处的,它都是不重要的,一律而过就可以了,不要放在心上,don't worry,对不对,nuclear,是无价值的,同一单词,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poultry,你妈记得了吗,这单词,poultry,pal呢,我说朋友,try呢,尝试,朋友再试一试,没有关系的,失败都是不重要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想起来了吧,没有问题啊,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课, 以及上上节课讲过的一些的单词,那么,现在呢,正是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单词的服务当中了,首先呢,先跟老师来一组这个,找不同游戏啊,找出与所给单词,A,B,C,D四个选项当中啊,跟其他三个意思不相同的一项,那我们来看一下啊,A选项叫做camper,B,imped,C,encumber,D,plight,哎,非常好啊,这条题呢,答案很明显,应该选择的是我们的4号D和plight这个单词, 他大概说明太快了,有的时候看不见,公平你说的一些话啊,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hamper这单词啊,我们来看一下,hamper,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单词是不是长特别像hand,首先,A,H,HA是没有变的,然后呢,N跟M变成了一个相近的福音,P跟D呢,感觉就是上下这个字母的这个形状颠倒了一下,所以你看,咱们是不是经常说,哎,禁止你这种东西,就是妨碍你嘛,对不对,举了一个手,hand,那么这里的ER的同学们,不知道更可给大家讲不讲过哈, 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动词是ER结尾的,那其实它更多的表示的是一种反复的行为,就反复的怎么样呢,去禁止你这种模式,那么它给到的就是阻碍跟束缚,hamper,讲过是不是长,啊,回忆一下哈,老实说,以ER结尾的,多表示的是一种反复的动作的行为,好了,那它同一词有谁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hinder,啊,hinder,那么这一单词hand,我们想就是behand在什么之后,对吧,好了,还是一种反复的行为,就是总是在你后面怎么样的给你拖好嘴,说, 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帮你大腿哈,不要去,不要去,pinder,阻碍,逢碍,那么,还有一个单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imped,啊,imped,告诉老师,这里这个词跟ped,指的是什么,回音一下哈,这里的词跟这个ped,指的是什么,哎,没错,就是我们的脚脚,是不是它就是我们的foot,feet,OK,那你看哈,这里的IN是不是表示的是理念,就往里面伸脚,那个什么,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 想一下那种青葱时代,你男同学,从你身边过的时候,一定要顶一下你的桌子,或者是呢,伸脚搬你一下,其实都是怎么样呢,阻碍你,引起你的注意力,是不是,imped,表示是逢碍阻碍的意思,对,搬你一脚,然后往里面怎样呢,伸一脚,搬一脚,对,好,那么,下面这一单词呢,就是一个短语的哈,我们说最常见的表示一个阻碍的单词,叫做hold back,hold,抓住,back呢,就是你看,从中的拖住你的大队,不要去,不要去,hold back,逢碍阻碍,最后一单词,下一单词呢,叫做curve,通过闲联想, 这单词呢,真的是一个高频考语的同学们,不管是在四六级考语上,还是留学当中,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频的考语词,刻薄,你想一想,那些人呢,出言非常刻薄的话,就是说一些非常刻薄的话,其实呢,他就是不想让你干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换句话说,还是阻碍方案的意思,curve,造个句子吧,说,he needs to learn to curb his temper,他需要怎么样呢,是不是阻碍一下他的这个脾气,换句话说,同学们,大家可以记一下,curve这单词,最经典的同学就是control,它其实就是控制的意思, 你看,是不是控制你,控制一下你自己,就是怎么样呢,阻碍一下你自己这种,这种非常高涨的情绪,能理解吧,对,刻薄就是阻碍你,就是要让你控制一下你自己,叫做curve, 好,那下一个单词呢,叫做inhibit,sorry,inhibit,inhibit,那么这单词的反应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反应词应该怎么去写呢,对,exhibit,非常好,注意发音,它不成exhibit,它读的是exhibit,中音在第二音节,这两单词注意一下,发音,inhibit,exhibit,好了,那么这单词来看,他告诉老师,这个词根,它指的是什么样,大家知道这个hibit,这个词根,它表现什么意思吗, 拥有习惯,不是,我来说一下,habit这词根,它表示的是hold,抓住的意思,它表示抓住的意思,好了,现在呢,这个exhibit,你看是不是,就是往,这个抓住这东西,我往外去翻它,就是把它展示出来,对吗,把它展示出来,那现在呢,你看,我怎么去抓呢,我把他怎么样呢,给他整了里面去,就是不让他露出来,是不是,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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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就是,就是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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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表示的是禁止啊 对吧 你看都是从这次来的 再拓展一个单词哈 prohibit 我们说禁止做谋事 你看是不是就是 往前就抓住 说哎 你小子可不能去啊 到前面怎么样呢 马上一把抓住你 prohibit 禁止做谋事 能理解吧 嗯 好 那下一个单词叫做thwart thwart 是个美式翻译 如果英式翻译应该读上thwart thwart美式就是thwart OK 它表示是挫折挫败的意思 那么怎么去进呢 就通过中间这个wall去记 战争挫败 战争失败之后呢 整个国民还都处于这种挫败 这种非常沮丧的心情当中 thwart 战争挫败 对 没问题 好 这是我们说阻碍这组单词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encumber cumber这两个单词啊 怎么表示阻碍的呢 那么这个词根根哥大家讲过吗 CUMB这个词根 根哥给大家讲过吗 还没是吧 好 那我就先给大家简单介绍 这个CUMB这个词根呢 它表示是lie down 就是躺下 你看 它是不是讲过那个cucumber 黄瓜那个单词 你想一想啊 你去市场买黄瓜的时候 那黄瓜不能站着给你 让你挑选 肯定是躺排排 然后呢 乖乖的 绿绿的躺在那 等你去挑选它 所以说 come 这个CUMB这个词根呢 表示是lie down 躺在那 好了 那你看 现在是不是就是come 这个词根 come这个词根 加上这个er 反复的行为 就是 我反复躺在那 我躲在这就是不让你过去 所以说呢 cumber它有这个阻碍的意思 能理解吗 绿油油的大黄瓜 对对对 绿油油的大黄瓜 生活不带点绿 怎么过得去呢 好 下面这单词叫incumber incumber 那你看一下 同学们 是不是在这个cumber 直接加了一个en 那么这也是构思法的一个原理 就是 有的时候这单词 全部加上en之后 其实并没有改变的意思 只不过更加强到了这种 阻碍的意思 就是加强 这样的用法 en放到这单词之前 不会改变它的意思 只不过是一个加强的用法 所以说还是阻碍的意思 incumber 那我们来下个句子说 I don't want to encumber myself with unnecessary luggage 这点我少了个to 我加一下 我感觉会怪的 I don't want to encumber myself with unnecessary luggage 我真的不想带太多累赘的这种行李 是不是 我旅行的时候就是 一个行李箱 加上我的梦想 是不是非常的事情的话一样 对不对 encumber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用某物去阻碍某人 用某物去阻碍某人 那么接下来这点子同学们 你会在一些留学考试当中 比如托弗亚斯当中 经常会唱的这一单词用法 表示是屈服 是不是 位置来给我唱屈服 那么来看这点子怎么来的 同学们来看讲 还是躺 怎么躺呢 suc告诉老师 其实他影响的是什么样 他表达应该是什么意思 没错 同学们 为什么要改呢 就是为了便于发音吧 如果你要是subcup subcup 那个单词你会发现 发的好奇怪 但是你如果说 把它变成succumb 这单词变得非常同声了 对不对 OK 所以说SUC 那其实就是SUB 就是躺在你下面 那么你想一想 这个看图说话 躺在我下面 是不是彻彻底底 被我征服了 OK 是不是非常有画面感呢 躺在我下面 彻底的被我征服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什么叫succumb to enemies succumb to enemies 你被迷惑了 你怎么被迷惑了呢 好 我们来看 没错 他表示就是我们说投降 对 投敌了 succumb to enemies 那么什么叫succumb to temptation succumb to temptation 你对什么 你对什么 被迷惑了呢 被诱惑了 哎 没错 同学们 你看 我说我可以抵御一切 除了诱惑 I succumb to temptation 我对诱惑怎么样的 投降了 是不是被他征服了 OK 最后呢 就是说 哎 老师最近压力太大了 花花掉头 怎么呢 我让我的这个压力 所征服了 是不是叫succumb to pressure succumb to pressure 压垮 哎 翻译特别好 同学们啊 翻译得特别好 已经翻译出了这个单词的 精神 灵魂 以及精髓了 好 这就是我们说这个 阻碍影响的这种单词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意思的单词叫plight 那plight这单词呢 指的是困境 还记得这单词怎么去记得吗 我们说p指的是扑 你翻译哈 扑扑扑扑 扑灭 扑灭光就困境 本来我是一腔热血的 心中燃烧着 熊熊的烈火 想去追我的女神 但是呢 你突然给我交一盆热水 说这个女神已经有男友了 是不是 你扑灭我内心的光 我就陷入到困境了 那我这回应该找谁 再去进入一段美妙爱情呢 是不是plight 指的是困境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这单词同一词 同一词 第一点词 qu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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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还记得吗 上一节课 而不然上了一些数学课吗 那个前缀篇 咱们是不是略过四了 现在补充一下 四这个前缀叫做quirt quirt of 是我们说那个四分之一 那个表达 对不对 那你看 如果说四个点围着你的话 你是不是感觉现在四面楚歌呀 这个我们说中文的 一个表达叫四面楚歌 那如果说你在四面楚歌 就是进入到一个困境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了 对不对 quandry quandry 好 那下面这点词呢 叫做predictment predictment 那么这点词还是 我们说plight 困境那词的同一词 还记得怎么去记吗 你看predict的预测 比如说你预测 你说根哥应该已经 结婚了 或者说根哥应该还没有女朋友吧 但是我告诉你的预测错了 你是不是感觉 哦好尴尬 就是进入到一个困境当中了 predictment predictment 之前有公学圈章嘛 就套老师的话 就是想问 通过空老师来问一下 说根哥到底有没有女伴 但是呢 我坚决不说 就维护根哥高大神圣的形象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 你看他是不是很爱 对对对对 有宝宝了 你看这个属于炸我呢 是吧 我是坚决不会上当的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empest 叫做empest 那么这单词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pust比较通过啊 现在 I am 表示的是not 不能通过 对吗 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 我怎么都过不去了 我陷入到了困境当中 僵局当中 great啊 叫做empest 好 那么现在呢 我需要大家去推荐一个plight 这单词的行进词 跟哥讲过吗 这单词 plight 你会发现 哎老师把这个p给他倒上去 就变成了 blight 啊 这个blight 那么这单词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的是这个 酷味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不是不是 b 不啊 b就是不 不怎么样呢 不见光就枯萎 那花啊 得进行光和作用 才能健康生长 但是如果说 你不让它见阳光的话 是不是就枯萎了 啊 不见光就枯萎 blight 哎 把这单词啊 可以补充在你之前的笔记方面了 这两单词行进词 可以帮我一起去记 不见光就枯萎 扑灭光就困境 好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继续往下咯 那么咱们来测试一下哈 这一组单词你掌握的怎么样 首先第一单词 encumber encumber 我们说像黄贵一样 咱们能躺在那 那你躺在那 我过不去了 你是不是就阻碍我呀 哎 没错 encumber 都是阻碍的意思 好 下一单词 blight 刚教过大家的 不见光就怎么样呢 不见光就 哎 枯萎 太棒了 好 下一单词 empest empest 说哎 我过不去了 我陷入到了 进退为估的经历 对不对 哎 僵局 great 第四单词 imped 往中间去伸脚伴你 中间伸脚伴你 哎 没错 阻碍的意思 再往下 succumb 说你躺在我下面了 你怎么样呢 你被我 你躺在我的下方 你被我征服 屈服 great 第六点词 quandrine quandrine 四面楚歌 quandrine 四面 四面楚歌的状态 没错 还是我们说的僵局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困境 好 第七单词 hamburn hand 反复阻止你 不能过去 很危险 哎 妨碍阻碍 hamburn 好 第八单词 thwart thwart 说战争怎么样呢 战争挫败 战争挫败 联想记 没错 挫败的意思 第九单词predictment 预测 哎呀预测失败了 好失败哦 哎怎么尴尬 我陷入到了 什么呀 哎僵局困境当中 对不对 僵局困境 predictment 第十单词 curb 刻薄 curb your temper 控制一下你自己 对不对 控制一下你这种暴躁的情绪 它就想能 与我们说的control 控制阻碍 防止的意思 那个 制止防止的意思 对不对 要刻薄 好没有问题啊 这组单词搞定了吧 这组单词若没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来看下一组哈 来一组连连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单词分别跟哪个图片呢 是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首先第一个单词 obsolete 我先把它连一下 obsolete 哎没错 连的应该是我的第一次张图片 你看是个非常古老的这个typewriter 这种打印机是不是 好 第二个单词啊叫做avert avert 没错 那应该是三 对不对 哦 我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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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眼睛啊 避免去看的梦 是avert 再往下 fraternal fraternal 兄弟之间满满的激情 是不是啊 胡歌或简华 叫fraternal 好 第四个单词 dote dote 哎没错 表示的是宠爱 这单词啊 宠爱宠爱 dote doting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单词 首先呢第一个叫做obsolete obsolete 表示是作废的 过时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单词怎么去记忆呢 同学们啊 你自己去背单词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些非常好玩的小技巧 对吗 那你下回再看到ob这个开头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想啊 他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欧巴 如果拿着从型联想去记忆呢 就是欧巴 欧巴 欧巴怎么样呢 我们说solo solo 是不是一个唯一一个 你看你可以这样子写 嗯 欧巴 只有我用大哥大 别人都用iPhoneX 来再感受一下哈 欧巴 只有我用大哥大 别人都用iPhoneX 我简直太过时了 太土老猫了 所以说obsolete 表达的是过时的作废的 OK 或者说 把它想成反对 也可以说反对 只有你一个人用 别人都没有用的了 就是一个人哈 只有你一个人用 没有人在用了 所以说它也是作废 这个过时的意思 怎么样 把天线拉长一些 是吗 好 那么这单词呢 它的同一款词 比如说会有我们的 Old Fashioned Old Fashioned 你看 旧时尚 我问大家有没有 就是喜欢一些 比较复古东西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 逛那种 就是叫古着店 在后海那一带 北京有很多古着店 就是它会从世界各地 逃一些 比如说七八十年代的衣服 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大家有时间了 可以看一下 那个Old Fashioned Shop 那种古着 那种复古的店 还有呢 叫做outmoded outmoded 我们都知道model 指的是模特对吧 你大表姐 刘文都不穿的衣服 你说能是时尚的吗 对不对 那肯定是红高 要摩得多是 那个年代穿的 所以说outmoded 大表姐 模特不穿的 它都是过时的作备的 好 再往下这一单 叫Antiquated 同一高考是 Antique 这单词什么意思 Antique 没错 同学们 它叫做古董 如果说你去欧洲旅行的话 那个 你就会看到很多 Antique Shop Antique Shops 那是光光老师 最喜欢逛的一个地方 叫做古董店 那我曾经去布拉格的时候 逛家古董店 我真的觉得 世界真的是太奇妙了 真的是让我太开眼镜了 那个古董店进去之后呢 我以为它就是一个房间 但是呢它里面又套了一个 又套了一个 我觉得会结束吧 没有 它里面会有一个自己的电梯 它会有就是好几层 地下两层 地上两层 然后进去之后呢 就会有在电影里面 看到那种按门 就是有个小的机关 按开之后呢 啪 一扇门打开了 当时我真的害怕自己 可能会被关到里面 就被人拐卖了 但是呢 其实不会的 还是挺 就是安全的 然后你会发现 现在中国人 其实出血越来越多了 它会在那个上面标着 可以用支付宝支付 大家想一想 你看支付宝 马云爸爸已经给咱们 走出国门了 这种线上支付的方式 在国外也是很便利的 那么你看古董叫做antique 那么antiquated 由它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形容指示标识 表示的是复古的 过时的 OK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去看了 那么说到这个复古的 过时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髦的 怎么去说呗 比如说 你看 光老师呢 在去年的9月份 非常荣幸的登上了 Vogue杂志的亚洲版本 Vogue杂志的亚洲刊 那么Vogue 它本身就是一个 时尚的杂志 时尚的杂志 自己也自己披了个图 是吧 还找个二维码 整个相为事儿似的 那么这章子呢 就是时尚的 时尚 时尚的都是它 名字形容写都是它 那么这里面呢 会有一个 这个 它的一个固定表 叫invogue 就是某个东西呢 它在时尚潮流当中 something in vogue 那么 这个马上 马上虽然找了 不知道 可能扫了是猪肉 或什么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来看到个句子 说 black is in vogue again black is in vogue again 说今年呢 黑色怎么样呢 又流行回来了 它又是今年的流行色了 Vogue color Vogue color 那么同一次有谁呢 比如说咱们的小词 Fad Fad 表示的是一时的流行 比如说 咱们今年瞬间流行一把喇喽裤 但明年就不穿了 明年就没有人再穿了 今年流行穿过气靴 明年就不流行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叫做Fad The current fat 当下流行的这样一个时髦的趋势 The current fat 好 今年是白色 对 今年是 今年的话好像橙色比较流行吧 还有那种蓝 那种就是 怎么说呢 那种蓝 说不出来的那种蓝 它是今年的比较流行的颜色 对 还有就是那个牛 牛油果绿 是不是 Avocato 牛油果绿也是今天比较流行的颜色 好 再往下的这单词叫做 Stylish Stylish 你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像Style那个单词 Style那个单词 就是你看 你的什么Tony老师啊 还有你的那个 小P老师 是不是给你讲的那个头型 特别的有Style 现在都是那个 什么巴黎 东京 纽约 人们 最流行 最时髦的发型 Hairstyle 对吧 Stylish Stylish 非常的具有Style 有这种 这种自己的风格 它就是时髦的 Stylish 好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给大家补充了一下 Obsolite 这个形容词 它所对应的一个反应词比较时髦的几个单词 Vogue Fad Stylish 好 没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就继续咯 那么再说一下下一个单词叫Avert Avert 这个单词呢 表示的是避免 重眼来加词根叫做Vert 或者Verse 同概看一讲 一般来说动词使用的是VERT 这样的表示 而名词呢 使用的是VERS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Vert跟Verse都一样 表示是turn 旋转的意思 那么告诉老师 这里面这个A 它取的是什么意思 这里面的A取的是什么意思 没错 我是一个加强 是不是使劲转 就是我转呀转转转 你看别找到我 这事情你千万别找到我身上 是不是有那种就是 事不关系高挖挖起的感觉 避免遭到麻烦 所以说你看有个论语叫做Avert Trouble Avert Trouble 对不对 乌云乌云 别找我麻烦 避免麻烦找到你 你就用力去转 转呀转转转 可别想起我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的A 那是一个加强的概念 好了 再往下呢 这件事叫Divert 我们能告诉老师 这个DI呢 如果是一个数字潜质的话 它指的是数字几 如果是数字潜质的话 没错 它指的是R 你看是不是往两个方向 分别去转呢 方向标吧 往不同方向去转 所以说它有转移的意思 能理解吧 A转移 那么什么转移的注意力呢 娱乐节目 是不是 娱乐节目 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本来我在这 Concentrate on vocabulary 我专心智慧地学万字万呢 但是呢 旁边突然开始演的是什么 跑男 快在本营 还有什么 进行向上 是吧 瞬间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叫Divert 那么短语叫做 Divert with attention Divert with attention 对 转移你的阵地去了娱乐圈 是不是 都可以 娱乐界 娱乐节目 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可以这样连绑式的 捆绑式的记忆 好 那么同一方式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Distract 这点词 给大家打一下Distract 你看 我们说Tract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拉 那么Dist呢 表示Apart 往不同方向去拉 你看做的图表 你本来想好好学习 然后你就想 哎呀 我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我要不要跟我的男朋友 去看个电影呢 对面小野的衣服正好看 能给我个网址给你接吗 对不对 Distract your mind 往四面八方去牵动你的思绪 有的是分散 对 分心 没错 好 接下来呢 这单词叫做 Advert 叫做Advert 那么这单词怎么去记忆呢 就通过它相对应的名字 Advertisement 广告去记忆 大家看一下 这广告红彤彤的 是不是瞬间的 引起了你的注意啊 Advert 注意 就通过广告去记 广告的出现 就是为了引起你对 某个产品的注意 对不对 取根万词斑 取根 贾坤 为了取根 放弃贾坤 为了贾坤 放弃取根 都可以 Advert 感觉好low是什么鬼 好 那么这地方 我们来看下面 这单词呢叫做 不好看 两个人很配 不好看是什么鬼 而是觉得没有老师本人好看是什么 我只能这么去理解 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心灵 好了 下一单词呢 漫步惊心的 漫步惊心的 这一单词呢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注意之前 加了一个 Ian 告诉老师 Ian表什么呀 Ian表什么 哎 没错 表否定 是不是 就是没注意呗 没注意就是 漫步惊心的 这件事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听这就算了 你们说不好看这件事呢 我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 漫步惊心的 OK 那么下一单词叫做 pervert pervert 那么这件事我可以看 这个per 作为前缀来讲 它表示的是 through 从头到尾 这个人如果说 从头到尾 一直在你身边打转的话 你觉不觉得他是个变态呢 对不对 变态 它曲解了你的意思 因为你喜欢的 一直在你身边 从头到尾打转 是不是 你认为他是个变态 pervert pervert 对啊 这单词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个副词 副词 把它翻成这个的 这个地退地 好 接下来下一单词 revert 高草师 这里的re曲的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re曲的是什么意思 deviant 对不对 变态的一单词 对 deviant 下一单词revert 没错 比较是back 对不对 就往回去转了 所以说它有恢复的意思 revert to 就是恢复到什么什么的状态 恢复到什么什么的状态 revert to something 那么这单词的同学们 它的这个就有反阻的意思 反阻 revert to the features of ancestors 反阻就是恢复到一些 你祖先所拥有的特征当中 比如说 你看咱们是不是现在没有尾巴了 对吧 如果说有个人 突然有一天长了一个小尾巴 就是revert to the features of his ancestors 恢复到他祖动的一些 这种特征特性上 revert to 对 长尾巴 大家看了一个电影 那电影就是长 就讲的是那个 一个女主啊 通过长尾巴 这件事情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呢心里一些色彩的变化 挺好看的 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 就是长尾巴这个事儿 好 接下来呢 下一个叫invert invert 这单词呢 指的是反转跟变性者 变性者就是那个完美 他就是invert 是不是 那如果表示反转的话 同学们 这个单词 我老是把它变成一个名词 你肯定是 试试翻译一下 它是语法 一个让你非常头大的 一个语法现象 什么叫做inversion inversion 它在英语的语法当中 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倒装 能理解吧 你看倒装 是不是就是让整个句子 反转过来 为语动词放到主意之前 invert 指的是反转 变性转 就是它 好 那么这单词 我们来看 in其实就是加强 加强就转 让整个东西反过来 invert 我们来到句子 if you invert I can you have 如果说你换了一下 这个I can的顺序 到晚 是不是就是canine 理解了吧 好 下一单词呢 叫做subvert 那么高少师 这里的SUB 是不是 表示是下面 所以说这个单词 就是从下往上 给它颠过来 从下往上 给它转过来 所以是颠覆的意思 颠覆了我的想象 对不对 贫穷颠覆了我的想象 subvert subvert 好 没错 那么我们来到句子 说了 叫个短语 叫subvert the government subvert the government 翻译一下 没错 叫做推翻政权 对不对 叫做推翻政权 好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 这件事叫做extrovert extrovert 那么extrovert同学们 其实这个前置 它跟ex 没有任何的区别 都是向外的意思 说一个人呢 他总是喜欢向外去撞 跟他说说 跟他说说 不喜欢呢 把事情憋在心里 他就是一个外向的人 没错 extrovert 那么别人喜欢的 就是在后面加异地就行了 你可以说 I am an extroverted person 我是一个乐观 向上外向的人 对不对 那有外向的人 就有那种 就是发生事情呢 也不想太跟别人交流 行为 在自己心里内化的 对不对 咱们有没有这种内向的人呢 叫做introvert 那么这里这个intro 其实它指的 就是我们的in 这个inner 向里面去转 转向自己内心 内向的人 那么内向的 就是introverted introverted 还是同地加异地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最后一单叫vertigo vertigo 我们来看看这单词 是不是又转又走 小的时候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在一个地方转圈圈 转转怎么样 你就晕了 是不是啊 边转边走 一定会晕 一定会炫 所以说连起来就是 炫晕的意思啊 vertigo 好 那咱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了 叫做fraternal fraternal 指的是兄弟的 同学们 这个单词 这个词跟 frater 它指的就是brother的意思 兄弟的意思 所以说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fraternal countries fraternal countries 也就是我们的兄弟国家 比如说你看 这特别好 你看我们都说巴铁巴铁 巴基斯坦楼铁 对于中国来说 说巴基斯坦人 他就是我们的 这种兄弟国家的盟友 就是那种好朋友 是不是 OK 那如果说大家以后 有机会去那个巴基斯坦 玩的话 你会发现 就是只要发现 你是中国人 如果能免单 基本都免单了 我这次去 非洲去玩 就是在那个 迷洛河漂流的时候 跟一船巴基斯坦人 一起漂 是吧 然后他们对我就 特别的照顾 都是一船大叔的 然后就是 感觉各种保护我 然后呢 各种给我好吃的 我就突然感觉到 这就是fraternal countries 来自兄弟国家的爱 是吧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这单词 你看fraternal 变成IT 通缉好了 ITY结尾的 都是抽象名字的后缀 所以说 这单词表示 是兄弟会的意思 兄弟会有爱 兄弟会有爱 那么如果有兄弟会的话 是不是就有姐妹会 我们说姐妹桃 女同学 也没有自己的姐妹桃呢 一帮好闻蜜 叫做 serority 你看这单词 是不是也就是 sister 这单词 sister 姐妹构成的组织 就是我们的姐妹桃 就是我们的姐妹会 sister sorority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面老师呢 再给大家去拓展一下 既然你知道了这个兄弟的 你就得知道妈妈的爸爸的 对不对 要不然能感觉生命都不完整了 那么妈妈的mother 这单词 它在词根当中 所对应的叫做 mater 就是mater 你怎么读都行吧 它是一个词根 mater 那么由这个词根 我们衍生出一个单词叫maternal maternal 你看是不是妈妈的 母亲的 母亲的 那么试试跟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maternal uncle maternal uncle 好 有的人说翻译舅舅 有没有别的翻译 表叔 小叔子 大叔母 都是什么鬼 我来说一下 我之前就是收到过 最搞笑的翻译 他说老师 舅妈 你看 舅舅 妈妈简称舅妈 不能这样去翻译 同学 不能这样去翻译 这个maternal 使的是妈妈这边的母系的 所以说你看 叔叔都叫uncle 而你妈妈这边的叔叔 是不是得叫舅舅 你大舅 你二舅 都是你舅 他们都是maternal uncle 理解了吧 舅妈这个翻译 真的是太鬼畜了 真的太神奇了 太可爱了 好 那这个没问题了 我们再来翻译 什么叫做maternal leaf maternal leaf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们 leave是不是离开呀 我们知道老师 我今天要请的假 我要请你的病假 那如果说 加上maternal 妈妈能放的假 你想想你妈妈 什么时候能放假呀 是不是她怀你的时候 生你的时候 所以说她指的是 我们的产假 妈妈离家出走了 对 妈妈 这不能说 妈妈离家出走了 不是这样的 是妈妈休假了 她休的什么假呢 休的是我们的产假 产假 记得旁边 好 那既然有妈妈 说就有爸爸 爸爸叫做pater 叫做father 这个pater P-A-T-R呢 T-R就指的是father 这样一个词 那有妈妈 妈妈叫maternal 爸爸就叫paternal 看到了吗 都是这个A-L结尾的 父亲的夫妻个 好了 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paternal leaf paternal leaf 接下来说生理期 怎么说 再来说一下 女性的一个生理期 那叫做period 你来理解一下 这代词是不是 非常的生动形象 就是周期 一到那个周期 你就得怎么样 休息一下 是不是 又来血又来气的 对吧 period 这个是我们的生理周期 不开心 尤其如果碰到渣男 让你喝热水的时候 你就更不开心了 是不是 更想那个手撕了他 好 热水啊 包治百病 那么来看 朋友们发现下 什么叫做paternal leaf paternal leaf 没错 你看父亲的爱 对不对 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 叫做寂静之地 看过吗 应该是在前天上映 一个电影 寂静之地 这电影讲的就是 在这个世界当中 突然 就是出现了一些 神奇奇怪的 巨型生物 它们就可以马上 把一个人吃得 灰飞烟灭 那么这个生物 就是看不见 懂 听音特别好 你不能发出 任何的声音 然后这家人呢 就是 把所有能发生的东西 全部都给丢掉了 然后呢 每一天可能会包着 这个身边 可以发生的东西 在这种非常卑微的生活 那么其中呢 很多孩子 都是因为 就是不小心 发出声音 被这个怪兽吃掉了 那么这个妈妈 当时还怀孕 你想想怀孕的话 肯定在生产当中 会有一些 孩子的哭声 妈妈的喊声之类的 然后爸爸就一直 在策划这件事情 让妈妈顺利生产 但是呢 很不巧 他们两个孩子呢 在出去玩的时候 不小心被怪兽追到了 那爸爸为了去救这个孩子呢 就大量的 大声去制造了 这个杂音 以此吸引 这个怪兽的注意 那么这怪兽 就把爸爸吃掉了 而保护了两个孩子 那么从这个点当中 就可以感受到 当时我家里泪奔了 我就觉得 哦 这就是paternal了 父亲般的爱 父爱如山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外表的时候 主要是靠演技的 演技非常在心 下一个呢 叫做paternal instinct 对不对 这就是父亲的这种 什么呀 这就是父亲的天性直 直播没有进度墙 对啊 这直播 直播 对 对不对 这就是父亲的天性 这是他的本能啊 救孩子啊 你想想 就是你呢 你如果发生什么危险的时候 你父母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就是可以实生 自己sacrifice themselves 去save you 对吧 去救你的 对 这叫做他们的 本能天性 再往下 同学们啊 来以此为鉴 paternal uncle 对应的 paternal aunt 什么意思 maternal uncle paternal aunt 不是姑父啊 千万别翻成姑父 就奇怪了 这个指的就是爱姑姑 你看你爸爸这边的阿姨 是不是叫姑姑呀 还有叫伯伯的 这咋子 还男女分不清楚吗 对不对 应该叫做姑姑 对 好 再往下 最后一个叫做 paternal grandpa paternal grandpa 那个老爸呢 同学们 其实他的这个亲情 就没有中国的这么浓厚 他就是整个来讲 他比较这个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他家庭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比较这种松散的 所以说他们就可以一言以代之 爷爷奶奶 sorry 爷爷姥爷都会叫做grandpa 然后呢 奶奶跟老子都会叫做grandma 对吧 只有你加了这样一个 前边的形容词之后 才能知道你说到底是爷爷还是奶奶 这就是我们说的 大爷爷 没错 这是我们说的爷爷 对不对 爸爸这边的 爸爸 爸爸这边的爸爸 就是我们的爷爷 好 没有问题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拓展的一些 这个pater跟mater 这样一个同词根的单词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dote 这单词 这单词怎么去记忆呢 它叫做 他比较逗他 是什么 他你先发现 逗他 就是你看小孩子 他特别可爱 像宠爱他 逆爱他的时候 你还会逗他 逗他 逆爱他 那么这个单词呢 说就是逗某人 叫做dote on 什么的 或者是dote upon 什么的 代表动词是on 或者是upon 对 那么我们来造句子说 I will dote on my dote I will dote on my dote 我会怎么样的 宠爱我的宠儿 所以说同学们 dote这单词 你看我们说 sweet sweetie 对不对 我的小甜心 那么dote呢 就是我的小宝贝 做我的学生 我宠你 be my dote 做我的宠儿 我宠你 be my dote ok 那么同一换词呢 就是我们的pamper pamper 方宝式卫生巾 给孩子最好的宠溺 最好的宠爱 那么这单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pam 手掌的一单词 我们将来说 这个女儿啊 就是爸妈捧在手心上的 掌上明珠 对不对 pamper pamper 哎 没错 所以说帮宝式卫生巾啊 就是这单词 那么给孩子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pampering parents pampering parents 什么意思 什么样的符呢 哎 溺爱孩子的父母 没错 我们说罐子如沙子 对你严格一些还是好的 那么像这种啊 时时刻刻都把你捧在手心的 不让你这个暴露在 乐视以外 然后呢 经受 酷日 娇摇的这样的一个折磨 其实不是什么好家长 对吧 pampering parents 溺爱孩子的家长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哈 这个 由这个dote dow dowin 这个词根 引申出来的同词根的其他单词 那么这三个词根呢 都表示是to give 你们还记得吗 上一节课老师不讲过一个to give的 这样的一个词根 你还记得吗 还有一个词根哈 表示也是to give 你还有印象吗 哎 没错 我们说contribute 一起把小星星 怎么样呢 贡献给空光老师啊 一起把小星星给到空光老师 contribute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dote dow跟dote 他也是这个gabe的意思 绝对不会让大家空手套白狼的 我一定要礼上了 我们来给大家送拨红包啊 感受一下老师这个大方的花贝 不是学贝啊 学贝学贝 好嘞 那么接下来啊 干什么用呢 这个学贝据说是可以换一些 课程的诱惠卷的 好像是 大方的花贝 你是要笑索我 然后继承我的蚂蚁花贝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单词第一呢叫endow 它叫做endow 那么这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一恩表加强了 加强给 所以说是赠与捐赠的意思 那我们大概这次是with endow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给某人某物 那么造句子 说mathematics seem to endow one with something like a new sense 数学就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 是吧 完全不会做的感觉嘛 mathematics seem to endow one with 那就是with something like a new sense 我不知道大家做的最恐怖的梦是什么 我做的最恐怖的梦 就是数学怎么样 endow给予我的 就是一想到要数学考试了 这就是我做我最吓人的梦 比那个很多鬼片还有吓人 那么它的这个名词呢 在MNT之后呢 它就表示的是也有捐赠的意思 还有就是天赋的意思 你看天赋是不是上天捐赠给你的巨大的隐形的财富 对吗 天赋talent 就是上天捐赠给你的巨大的财富 那你说到财富 财富是不是就跟钱一发钩了 所以有基金的意思 钱跟他发钩就是基金的意思 比如说养老保险 其实用到这点子 保险 insurance 养老基金 endowment 点起来 endowment insurance endowment insurance ok 养老基金 好 下面的这单子叫做delivery 叫做delivery 同学来看 它是不是像我们说珠宝 你那是jewelry jewelry 我让大家看没看过 就是一些古代欧洲的一些小说 你会发现就是在欧洲那个时候出嫁的时候 古代欧洲 其实女孩子是要带很多很多家人出嫁的 男孩才会娶你 那么至于你可以嫁到什么样的逃门当中 取决于你能带多少家人出嫁 比如说大家看没看过巴尔扎克的高老头 巴尔扎克所写的高老头 他爸爸就是一个通过战争 然后发财的这样那个面条商 他就给他的女儿 就是倾尽全力 这种paternal love 来自父亲浓浓的爱 准备了好多好多的嫁证 但是那女儿又是比较淡薄的感情的人 所以说呢 爸爸直到死的时候呢 也没有这个陪在他的身边 是一个比较悲情的这样的故事 那么你看 这里有一个宝贝珠宝 是不是就是他们的陪嫁 jewelry 给他们的珠宝 作为他们的嫁妆 OK 好 那么下面这些叫做condom 叫做condom 你看怎么就进呢 你看说一起给 我们说那个 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美德呢 就是原谅 就是宽恕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我们一起给予他宽恕 我们一起给他原谅 好 我们找个句子说 I don't condom violence in any shape or form 我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这种暴力 那么后面就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表达 叫做in any shape or form in any shape or form 以任何的形式 记下来以后在口语的表达当中 在写字当中就可以使用到了 对一起给予原谅 最后一个单词呢 就是上几课的 大家讲到了 它叫做cause it cause it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围着这个人去做 所有的家长全都围着这个孩子在做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宠儿 我们要宠爱他 我们要溺爱他 cause it 好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我们说这组单词 我们来测试一下 你们找到怎么样 来 首先第一个单词 revert revert 说往回转 就是恢复 恢复的意思 对不对 恢复 恢复 revert to something 下面dote 我怎么样他 我就逗他呢 我因为很喜爱他 溺爱他 对不对 我才会逗他 逗他 逗他 小宝贝 好 第三个是 oban 只有我一个人用大个大 别人都用iPhoneX 我怎么样呢 我彻底的 obsolete 过时度 爱过时度 很好 第四个单词 Stanlish 说小P老师 Tony老师给你讲热头 太具有style 我特别用自己的风范 有自己的风格 他是当今最佳 流行的发型 对不对 表示时髦的流行 好 第二个单词 avert 加强转 时间转 无云 无云别找我麻烦 avert avoid 表示的是 避免 意思 对不对 避免 很好 第六个单词 paternal paternal 那么说 他表示的是mother 那么妈妈的 变成了一个喜欢词 就是母系的 母亲这边的 没错 paternal uncle 你打九 你二九 都是你九 第一个单词 Vogue 我们说 空老师登上了Vogue 杂志的封面 Vogue 是一个时尚杂志 所以他表示的是 时尚 时髦 时髦的 很好 第八单词 pamper 说把你放到我的手心上 作为我的掌声明珠 我要pamper你 对不对 方宝式卫生心 给你最大的宠爱 宠溺宠爱 pamper 第九个单词 subvert 还是转怎么转呢 从下往上去转 整个去 颠覆 没错 指的是颠覆 subvert subvert的颠覆 从下往上去转 最后一个单词 vertical vertical 说这是边走边转 一定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边走 边走边转的话 最后一定会 眩晕 对不对 眩晕 叫vertical 好 没有问题 掌握得不错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进入到 下一个 这个模式当中 找相同 找出与 所给单词 prominent 意思相同的一项 a discord b intact c eminent d tumble ok 没有问题 你会发现 这样的词 掌握一下 因为同词根的 prominent eminent 对我杰出的 整个含义 好了 那么分别来看一下 这组单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间的 这个单词 叫做prominent 表示的是显著的 来告诉老师 这里的这个词根 min 取的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min 它以为是哪个单词 取的是什么意思 哎 没错 它其实影视的是 mountain 山这个单词 所以说你看山 在平原当中 怎么样了 是不是瞬间突出起来了 那个min呢 它有突出的意思 所以说你看 向前突出 向前突出 是不是都是显著的 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那我们来区分一下 这个向前突出 跟这里的一个 向外突出 有什么区别呢 哎 当你使用这个prominent的时候 你要记住 它指的是 你终于出人头地 你看是不是头 怎么样了 往前就伸 伸出了头 那它指的是 出人头地 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呢 你被大众 被所有人所熟知 你成为了你们全村的希望的时候呢 你就是一个prominent figure prominent figure 全村的希望 好 那么下面这些eminent呢 它指的是 在某一领域 你得到一个 大家认可成为的一个 卓越的突出的人物 eminent 比如说你看 华洛庚 他就是在这个数学领域 一个eminent的人 对不对 再比如说 你看杨立伟 他就是在行天领域 这样一个eminent的人 比如说庚哥 他就是在这个 单词领域 非常eminent 对吧 结出卓越的人 好了 空谷老师 应一领域 好 下一个单词 在做eminent eminent 那么这单词呢 表示是即将到来的 高考试 这里的这个im 取的是哪层含义 这里的im 取的是哪层含义 那如果要是不的话 就是不突出呗 那不突出 怎么还能有 即将到来的意思呢 哎没错 同学说 老师可以起 加强的含义 没错 还可以起里面的含义 你看是不是 在里面 马上就要突出来了 就像比如说 你起了豆豆 然后这个豆豆 马上就要破了 在里面呢 那个笼包 马上就要突出来了 是不是即将到来的 这个豆豆呢 即将就要破裂了 或者是你说加强 对吧 马上加强突出 即将到来的 那么什么叫做 eminent danger eminent danger 你会觉得还没突出 那还没突出 可能永远都不会突出啊 对不对 那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的 没错 它表示的是潜在的文献 特别好翻译的 potential danger eminent danger false coming danger 马上就到来的危险 对吗 即将到来的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词 同一词的会有谁呢 首先就是我们的 impending这点词 impending 那么告诉老师 知道pending什么意思 首先你也知道 pend这个词根什么意思 没错 pend这个词根 它有hand 悬挂的意思 所以说加上ing之后 变成一个喜欢起 pending 人是悬而未决作 那么同学们 这个单词呢 如果说以后啊 你要是去海外留学的话 然后呢 他们那种选课的模式 跟国内是不一样 你想想国内 真的不叫选课 叫抢课 那个教育系统呢 就是如果说 要是多人一起去上网 去选课的话呢 马上瞬间瘫痪 想想你们学校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中午12点啊 说开始选课了 然后呢 瞬间系统瘫痪了 但是在国外 或者海外一些 学校选课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比较 这种科学的 合理的方式 它先让你像 这个淘宝也要 把你的课程呢 启用的课程啊 想选用课程 送到购物车里 然后到选课的一个时间段呢 你只要选到确定 这课就选上了 那么在你没有选上之前 它那个课呢 一直会显示一个状态 叫做pending 然后选而未决的 还没选上呢 能理解吧 对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在pending之前 如果加了一个im 否定前世就是 这件事情呢 不是选而未决的 就是马上就要 怎么样的发生了 对不对 即将发生的 我在媒体的 impending impending danger 即将发生的威胁 好 那么什么叫做 impending doom呢 impending doom 天会会 会不会 让我忘了 你是谁 对吧 世界末日 到达就马上到来了 对不对 把我们拽到了最终点 所以说 impending doom 指的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好 那么再往下这件事情呢 叫做forth coming 能理解吧 forth之前 come来 马上就要到我面前来的 就是即将发生的 迫在每一阶段 对 好 这次单词 同学们没有问题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discord 叫做discord 那么这单词呢 表示的是 抛弃丢弃出牌 的意思 card 我们说卡片 对不对 比如说的扑克牌呢 就可以叫做这个card 那么disc 告诉老师 取的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disc 取的是什么意思 哎 没错 表示否定 对不对 就不要了 这牌啊 多少三 要不起不要了 discord 丢弃 舍弃 除牌 那么说到这个牌呢 给大家来说一下 如果说你以后跟老外玩 补克的话 你得知道这花色 怎么说呀 对不对 两个红桃尖 怎么就说呢 好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花色 花色在英文当中 叫做suit 你看是不是成套的 四个维套 对吧 四个维套 那么这里的黑桃 你来看一下 叫做spade 同学们 女同学们又知道 一个品牌 叫做Kspade 美国还有一个品牌 出包啊 衣服啊 叫做Kspade 这个spade 告诉老师 如果说 作为一个单词来讲 它有什么意思 如果说它作为一个 最基本的单词来讲 它有什么意思 哎 没错 它表示的是 不是刀片 我给你寄刀片是什么 不是刀片 不是四十米大长刀 它指的是铲子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 黑桃那个形状 它会像一个 哎呀 铲子的形状 是吧 大家理解一下 铲子 没错 所以说呢 黑桃叫做space 那么红桃是什么 红桃叫做heart 新鲜的形状 叫做heart 梅花呢 梅花叫做club 你可以这样去记 梅花俱乐部 梅花俱乐部 clubs 最后方片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像那种 闪闪摇摇摇的diamonds 我们说钻石 一类词 方片就是闪摇摇的钻石 叫做diamonds spade heart clubs diamonds 现在理解这单词用法了吧 以后应该遇到老白 打破坏的话会说了吧 好 咱们来看一下啊 下面这个单词 由这个card card 这个词根 引申出来的同词根的其他单词 那么这个词根的card card 跟这个cord 其实用法是一样的 都表示的是heart 跟这个cord的意思 你看看一下 这个cord跟这个cord 是不是长得非常像 核心的意思 所以说 这单词心脏的 cardiac 这单词 cardiac 心脏的 应该是不从这个心 引申来的 那么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cardiac failure cardiac failure 对 就是那个梅花 看见了 还是老师手速太慢了 哎 没错 你看心脏怎么样的 不太行了 是不是失败了 就是心脏 心力衰竭了 叫做cardiac failure OK 下一单词 cardinal 你看这个单词 它指的就是还是心 对不对 心 然后呢 加上这个AL 变成一个形容器 那你看心 是不是你身体当中 怎么样的 首要的一个零部件吧 非常主要的 这样一个器官吧 而且什么颜色呢 深红色 对不对 深红色的 主要的 首要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红衣大主教的意思 我们来想一想 在那个 就是古希腊罗马时代 就是那种远古时代 那个红衣大主教 它的这个神权 一定是高于王权的 当然 是不是影响的是 你看心脏是主要的 穿着红色的 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核心人物 就叫做红衣主教 叫做cardinal 叫做cardinal 对 没错 对 中世纪时代 对 中世纪时代 我当时突然 就想不起来了 应该怎么就说了 好了 那么来看一下 如果说表示 首要的主要的呢 老师给大家就 总结了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个同一替换 那么这些 同一替换的同学们 你只需要背道 两个到三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你的写作当中 随便去替换 你的这个important 就太棒了 比如说primary 首要的主要的 主要的key 对不对 中心 essential 重要的she principal fundamental fullmost dominant 是不是刚才学过了 所以咱们是不是讲过 dom这个词根 中心统治地位的 占主要地位的 中心的essential prime prime minister 首相 所有 这个minister 我们说的是 部长当中的一个 首要的中心人物 就是我们的 prime minister 首相 alimentary 同一换 primary 这都是我们说 表示中心的 首要的 这个东西替换 随便选三个记下 换你的importan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 这一单字 大家可以截皮 然后之后去整理一下 或者简单抄一下 挑三个你最喜欢的 没用过的 是吧 觉得高级的 去替换你的 这个important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往下去说 下一单叫 叫做cultural 叫cultural 这单字呢 叫做热心的 热情的 那么这些东西们 你可能会在信件当中 写信当中 会经常遇到他 那么叫做 谨上 没错吧 叫谨上 就是此之经理的感觉 cordially 告诉老师 除了这个cordially以外 你还能写哪个单词 表示是敬上 此之经理 哎呀没错 陆琦同学说特别好 比如说 ernest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 sincere 对对 sincerely 就是敬上 就是献上我 真诚的 热心的 这样的一个心情 叫做cordially 你看是不是还是发自内心的 别人写上去 热心的 热心的 相当于warm hearted warm hearted 好 我们说到这个短语呢 叫做 concord with something in concord with 相当于我们说 和谐共处 叫做in harmony with in harmony with 记一下 没错 一条心 concord concord 那如果说两条心呢 是不是就是 我们的心怎么样的 不在一块 apart 分开了 discord discord就是不和谐 in harmony 不和谐 那么这根级呢 我们来到短语 还叫做 婚姻不和 说咱俩性格不合适 还是别在一起离婚吧 divorce 叫做 marital discord 叫marital discord 婚姻不和 那么来到个句子 说是 these two answers are in discord these two answers are in discord 两个问题的答案怎么样呢 它们是不和谐的 不一致的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 in harmony 对 in harmony 对 答案不一致 说得很好 好了 这个就是由这个 cld cld 构成 那一系列同字根的难讲 都是跟心放相关的 跟核心相关的 好 那么下一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intact 叫做intact 这一单词呢 同学们 老师第一次学在哪儿学的呢 是在我大学进入课文当中 讲那个庞贝古城 那有没有知道那个 就是庞贝古城这个事情呢 在一个和平的小镇当中 这个小镇叫做庞贝 突然有一天 这个火山爆发了 就瞬间掩盖了这个 所有古城的人跟物 然后呢 多年之后呢 通过挖掘 把这座城 从地里的整体挖出来了 那么那篇文章 最后一个单词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说 整个城怎么样的 保持是一个完整无缺的状态 就会复原之后 你会发现 哎 这个人的生活场景啊 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住所呀 还有他们什么大 大澡堂子呀 什么神庙 完全都被复原了 一点都没有损坏 叫做intact 叫做intac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单词根呢 就是T-A-N-G T-I-N-G 同学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是汉语拼音的话 你会怎么去发音呢 是不是叫做烫 叫做丁 你想一想 你怎么会觉得烫呢 是不是得摸它才能觉得烫 你怎么会觉得丁呢 是不是得摸它才觉得 哎呦好扎呀 好丁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词根 它表示的是touch touch 那么高少师 这里的I-N 取的什么含义 这里的I-N 什么意思 能表示完整无缺 哎 没错 叫做别摸我 那比如说 你在超市里 或者是商场里 买东西的时候 尤其是白衣服 上面会写 别摸我 摸脏了呢 对不对 你要保持我的完美无瑕 完整无缺呀 所以说你看 别摸就是完美 无缺的 完整无缺的intact 好 那么下面这个单词呢 都是由这个T-A-N-G 构成的一系列 同词根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第一个单词 它叫做tangible tangible 高少师是什么意思 tangible 这单词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都知道 T-A-N-G touch是摸的意思 那么它就是可摸的 对不对 可触摸的 可触摸的就是 能摸到的 叫做有形的 那么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tangible benefits tangible benefits 没错 就是那种可以让我摸到的 实际的好处 对不对 那种有形的好处 你别老说你爱我 你得给我买东西 我才能让你爱我 对不对 叫做tangible benefits 那么下面这叫tangible property 那么想一想 property两个意思 一个是财产地产 一个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特征特性 那么在这个里面 应该取得是在 哪层含义呢 tangible property 对不对 你要是爱我的话 你就给我多买一些 这种tangible property 玩着很多的意义的 爱没错 实体的财产地产 对不对 有形的这种资产 叫做tangible property 比如说给老师 买个房地产 是不是 买多房子 买个保险 这都可以算是 tangible benefits tangible property 好 那么现在老师 在tangible这件事 之前叫那个 Ian否定前坠 它是什么意思 叫这个Ian否定前坠 它是什么意思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是吧 这回你老给我 许一些空投支票 说一些有的美的的 对吧 我是无法理解的 我是摸出不到的 所以说intangible 它是摸出摸不到的 无法理解的 那么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比如说咱们那种节日 像什么春节呀 重阳节呀 然后这个什么中秋节 都可以叫做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东西呢 你看我摸不到它 但是呢 它确实存在 是我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部分 对不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好 没有问题 再往下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单词呢 还是由Tang 这个词根构成的 叫做Tango Tango叫纠缠 那么Tango 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呢 给大家去找了个广告 这个广告叫Tango Teaser Tango Teas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 看一下 特别可爱的小猫爪 这就是由英国凯特王妃 带回了一款书子 叫做天使书 叫做天使书 天使像舔狗 什么 舔狗舔狗 舔的最后一无所有的 Tango 舔狗 可以 舔狗呢 一直在纠缠 我可以可以 我喜欢这个说法 我们来看 这个书子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就是 当你书它的时候 它可以一进到底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 这种滑顺的感觉 不会让你的头发怎么样 纠缠到一起 所以说Tango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 这个纠缠的意思 你想想 My hair was in the Tango 就是头发怎么样呢 纠缠到一起 My hair was in the Tango 这个时候 我只需要用这个Tango Teaser 我的天使书 书一下 它就不再纠缠 对吗 就不再纠缠 主播一下 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是现实优惠 只要就有吧 你买不了吃亏 你买不了伤当 就会让你的头发 瞬间变得像丝绸一样 顺滑 好 那么我们说完这个单词呢 现在老师在这个单词之前 加了一个en 同学老师说了 加了en之后呢 意思是不会改变的 只不过加强了含义 entangle entangle 什么意思 没错 是不是加强 就是加强的纠缠 加强纠缠 卷入 使卷入 使纠缠 involve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呢 我们说记好啊 重点就是加了en之后 它的意思呢 是不会有变化的 只不过是加强了 纠缠的含义 好了 那么再往下 我们来看 下一个叫contagious contagious 那么这单词你看 还是摸 怎么摸呢 sewin together 一起摸 你摸我 我摸你 小朋友在幼儿园 你摸我一下 我摸你一下 我有感冒传染你了 我有这个什么发烧 传染你了 对不对 叫做有传染性的 contagious OUS也会 形容这词位 有传染性的 胡椒摸啊 就会传染疾病 那么我们来 讲句子吧 说 It is a highly contagious infection It is a highly contagious infection 什么意思 没错 叫做高度传染性 疾病 所以说你看 通过这个单词 你就知道了 它的同一条件 干谁呢 这里的有传染性 的contagious 这个单词 同一条件 你就可以知道了 叫做 infectious 对吗 infectious 写在旁边 这单词呢 其实大家做阅读的时候 可能更常见到一些 因为它比较简单 我是不是偏错了 蛮奇怪的 应该是这样的 infectious 对 没有问题 好了 那么后期再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 contagious love contagious love 什么样的效能 有传染性的效 对不对 你想啊同学们 这个在有的时候 你本来不是很想笑的 但是呢 他旁边的人一笑 就瞬间怎么样的 被他感染了 对不对 魔性的笑声 没错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上初中 高初中的时候 然后呢 当时我们物业老师 生了很大的脾气 发了好大的脾气 全班鸭雀无声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我跟我同学 怎么样了 相识一笑 就是 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怎么样 人就是对上眼了 然后就开始 哈哈大笑了 带动全班同学 都发出了这种 contagious love 然后呢 我跟我的同桌 就被我的物理老师 请出去了 就因为这种 怎么样的 传染性的笑声 叫contagious love 不行 我以前这个事 我就已经控制不住 我要控制 curve myself 控制我自己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tumble 叫做tumble 这单词表示的是 跌倒 跌倒 怎么去记得呢 你看 躺 哎呦 躺在这儿都倒了 是不是 躲起来 tumble 躺 躺 躺 好 你是不是被老师 传染了 是不是 这东西太魔性了 太魔性了 那么这单词的同一词呢 近一词呢 有谁呢 比如说stumble 同学们 告诉老师 这里的s 什么意思 这里的s 什么意思 我来说一下 这里的s呢 是个加强的含义 是个加强的含义 比如说 你看 咱们还学过一个非常好 的小词叫sleam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 哎呀 打错了哈 sleam 那么为什么这个s会有加强的意思呢 这是构词法的时候的一个 就是用法哈 你看 这单词表示苗条的 没有问题吧 那么你看 后面呢 其实它影视的是line的单词 线条线条 苗条的 而这里的s 没有任何的 这个用法 没有任何的意义 它只是一个加强语气的 这样的功效 那么stumble是同样的道理 这里的s 没有任何的作用 它其实就是tumble 就是导 所以加强导 就是你打了个亮枪 打了个亮枪 跌到了 叫stumble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绊脚石这个单词 叫做stumble block stumble block 对吧 让你去亮相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阻挡 就是我们的绊脚石 说我男朋友 就是我减肥 路上的绊脚石 嗯 根哥呢 就是我背胆词上的 这个 因为它美颜 就是太帅了 它是我背胆词 路上的绊脚石 我这堂课根本就 没有心思的看胆词 就是完全舔平状态 是不是 就变成一个舔狗 就是舔得我这个手机 都湿了 是不是 stumble block 绊脚石 好 那我们再继续地说 man make mistakes for a system 给大家翻译一下 然后给我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man make mistakes for a system 它是中国的一个 礼语 中国的一个礼语 没错 叫做 马有尸体 人有尸物 马有尸体 人有尸物 马有尸体 没错 man make mistakes for a system 马呢 它也会亮枪 对不对 如果没猜吻的话 它也会甩倒 好 接下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端语 叫做stumble cross stumble across 它就相当于come cross 就遇到了 对不对 就是encounter 如果说 if you stumble across the book keep it from me 如果你在图书馆 发现这本书的话呢 别记得走 留给我 对不对 留给我 遇到 叫做stumble cross 你想一想 爱情是不是就是这样 不小心就跌跌撞撞的 两人遇到了 你一个女生呢 就怎么样呢 就躺到了男生的怀抱里边 是不是 这个不小心 半了一跤之后呢 发现怎么跌入 他人的怀抱呢 就陷入了爱情 遇到了真爱 stumble across 等于come across 好 那么他的行进词啊 都是一个BLE结尾的 咱们来看一下 都有哪些词呢 第一个单词 大家不理解吗 就是你没有看到 那个偶像剧的桥段吗 就是不小心呢 只是在偶遇的 这个过程当中 哎 我就不小心怎么样呢 跌进了 就是对方的怀抱当中 然后两个人都发生了 奇妙的这种爱情的故事 想一想这个画面 是不是 stumble across 亮枪遇见 对 转角遇动爱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做 jumbo 它表示的是混乱的意思 那么这单词来看一下 是不是像那个traffic jam 我们说 交通堵塞 这个jam这个单词 降这个单词 也说 你脑子里 怎么一团降糊呢 证明你脑子里 想事情怎么样呢 是混乱的 jumbo jam 那么这单词 除了这个混乱以外 还有这个 什么叫做 你想一想 卖旧物 肯定不是像卖新衣服一样 就是挂的平平整整 就是乱七八糟的话 所有的乱乱衣服 旧衣服怎么样 都堆在那 那么如果说 大家去上大学的话呢 你会发现 大学校园当中 会经常会有一些 这种旧物意卖 的现象 在那种大学的走廊啊 或者是那种广场上 对不对 叫做乱七八糟的去卖 叫做旧物意卖 jumbo seal 对 好了 下面叫 in the jumbo 说妈妈给你 收拾房间的时候 比如说哎 你看乱丢你的臭辣子 乱丢你的这个笔记本电脑 所以说你整个房间 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叫做in the jumbo 同一一块是in the mess in the mess in the jumbo 在混乱当中 他们俩是同一天外起 对 跳蚤市场 大家知道怎么说吗 跳蚤市场 啊 chaos也可以啊 chaos这三次补充上吧 它也是这里的同一天外起 chaos 哎没错 跳蚤呢 叫做flee 那么市场叫market 这是我们说的跳蚤市场 flee market 在里面呢 可以买一些非常好用的 second hand things 用二手物品啊 还很好用 而且呢 可以讨论一些 当地来说 比较特色的东西吧 flee market 对 好 咱们下来这叫 fumble 听三词 请你点想 翻包 翻包 哎呀我这 爱马仕的 我这包啊 我这里面的车钥匙在哪呢 对不对 我这叫 罗斯莱斯的车钥匙在哪呢 翻包啊 那么这原词指的是 乱摸 乱摸 乱翻 搜寻的意思 翻包啊 翻包 好 没有问题啊 强行翻包啊 强行翻包 可以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grumble grumble 高老师 这个以gru开头的单词 都是大概是 一个什么样含义的单词 这以gru开头单词 大多数都是 一个什么样的单词 含义 哎没错 叫做不好的 对不对 negative 比如说心情不好 对不对 叫做grieve 比如还有那种 就是幽怨的呀 什么那种 glomy啊 其实影响说 都是这个groove groove 这个前缀 groove ok 那么这个grumble呢 这个单词表示是抱怨 是不是也就不太好 这样一个现象 说你不要抱怨生活 生活呢 其实还是很美好的 那么跟某人抱怨某事 叫做grumble at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grumble at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ok 那大概这次是at 跟about 这可以大家记一下 那么到句子说 why grumble at me about your own stupid mistakes 为什么要跟我去抱怨 你一些愚蠢的错误呢 grumble at me about your own mistakes ok at about 记在你的本本上 好 那下个单词呢 叫做crumble 叫crumble 表示它是捏碎 破碎的意思 破碎破裂的意思 那么这个单词的词根呢 它的一个影响是crumb 碎屑这一单词 它指的是面包的碎屑 那么现在我别人一个动词 crumble 是不是就是 把面包碎屑给它弄出来 所以说它有这个破碎 破裂的意思 crumble 对 对 那么下面这单词叫做mumble 叫做mumble 它指的是咕咕嘟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中文叫做 咕咕 就是那个嘟嘟囔囔的意思 嘟嘟囔囔的 那么它就来自于妈妈这单词 你看妈妈 妈妈是不是经常给你收拾房间的时候 你特别的jumble 然后你妈就生气了 你看你今天就不要收拾 从来往你收拾 你什么时候能不能长大呀 以后如果你要不收拾的话 你怎么能长男朋友呢 是不是 开始mumble 就是嘟嘟囔囔的 妈妈喜欢什么 妈妈喜欢嘟囔囔囔的 是吧 我感觉真的是我妈上线了 你看你不会做饭 你不会刷板 以后你要能找男朋友吗 谁愿意娶你呀 妈妈喜欢mumble 嘟囔 真实是不是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单词 如果说mumble 要是同一听完词的话 有谁呢 比如说咱们的mutter 你看还是妈妈 妈妈怎么样的 低声自言自语 比如说murmur 对吧 低声去说 小声去说murmur 他们都是这种小声的 男男自语嘟囔的含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单词 不是 红花同学 灯花同学 绝对不是 我们坚守男女平等的原则 好 下一单词呢 叫做bumble 叫做bumble 这单词来看 笨笨的 同学们来看 你要笨手笨脚做事情 你一定会犯错误 对不对 bumble笨笨的 指的是笨手笨脚的做 犯错误 bumble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大家这组单词 掌握的怎么样 来说一下 首先这单词 discord 说对三 要不起不要了 abandon 没错 丢弃的意思 great 下个单词 tumble 躺在那了 tumble tumble 没错 它表示的是 我们所说的 跌倒吧 跌倒的意思 没错 第三个单词 cardinal 说心 心 心是我们人体当中 非常怎么样的一个器官呢 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那我们说 引伸出来 它有什么意思呢 主要的重要的 除此之外呢 说要有深红色的 那穿深红色衣服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红一大主教 对不对 红一主教 cardinal 向前突出 成为了全村的希望 向前突出 成为了全村的希望 叫做杰出的 显著的 没错 第四单词 第五单词 discord discord quard 表示号的心 那现在不同心 证明咱俩现在出现了什么 不一致的心 对不对 不和谐 不一致 discord 第六单词 eminent eminent 哎 说马上就要突出来了 这东西啊 马上就要突出来了 forthcoming 指的是即将到来的 即将到来的 第七单词 ju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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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 jam jumbo 像江湖一样 一团糟 指的是混乱 混乱 in the gem in the jumble in the mess 第八单词 intact intact 说哎 别摸我呀 别摸我啊 保持什么样的 完整无缺的 对不对 表示的是完整无缺的 第九单词 intangle intangle 说哎 我摸不到 你老给我许一些空头支票 是不是 没有用 我们得给我买一些 tangible property 这种有形资产 intangible指的是 看不见的 无法理解的 是摸不到的 OK 第十单词 contagious contagious 什么意思 说我们怎么样呢 小朋友 你摸我 我摸你一起摸呀 就容易怎么样呢 传染 对不对 易传染 就是contagious 同一罐 infectious 好 这个单词长得不错 那最后呢 咱们再来一组组中英配 老师说中文 你说的 这个英文 我说英文 你说中文 首先第一单词 小雕像 小雕像怎么去说呢 叫做statuate 加上这个 e t e 长一个比较小的 单词的后缀 叫做小雕像 statuate OK 第二单词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我看到有同学拼写错了 待会咱们来重点 讲一下这几个单词的拼写 怎么去区分 没错 这单词表示 事故的复杂的 事故的复杂的 第三个单词 effuse 表示是流出 非常好 表示流出的意思 好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雕像 这个说法 雕像呢 叫做statute 高考试 est开头单词 它都跟什么相关的 est开头的单词 它都影响的是什么 没错 它表示是stand的站立 对不对 你看 这单词是不是 站在那儿 处在那儿 处在那儿 statute 处在那儿 不动的 就是我的大位 就是我的这个雕像 雕像的意思 站在那儿 处在那儿 不动的 你看怎么动呢 石膏像 对不对 雕像雕像 OK 那么老师加了一个 ette 叫做后缀 它指的是小的 比如说 segur 指的是我们的学家 secret 小学家 就是香烟 对不对 那么statute 雕像 加上ette 就是我们的小雕像 statute 注意发音 注意发音 对 大象 不是大象 大卫的裸体 对吧 大卫的这个裸体 雕像 非常具有艺术感 非常具有艺术感 好 下个单词呢 status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机能 是不是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地位 所以说 这单词指的是地位 比如说 社会地位 叫做social status 叫做social status 好 再往下 但是 stature 你看怎么去见呢 惹 惹火的身材 sexy 曲线 对吧 三位 stature 叫惹火 惹火的身材 sexy stature 对没错 同意会是figure 年纪 figure 也有身材 的意思 是 好 最后一个叫做statute 叫statute 特 特别的法令 特别的法令 所以说呢 这个单词我们来 统一的来梳理一下 你看statute 处在那不动的 就是雕像 statute 小雕像 就是小雕像 status 我们 我们的地位 惹火的身材 stature 身材 statute 特 特别的法令 就是法令的意思 给上了吗 这单词没问题吧 好 那继续往下咯 我们通过这个stature 开头的这个statute 来讲一下 其他的单词 比如说 第一个叫static static 我相信大家在描述一些 趋势啊 写手都玩的时候 定会省的单词 表示静止度 说目前的这个趋势呢 estatic 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那除了静止度 还有一样一个意思 比如说小的时候 去那个科学馆 玩那个球 对吧 你摸呀摸 摸呀摸 发现头怎么能飞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就是非常优秀的什么呢 静电 在北京的冬天啊 然后你观众东的时候 脱衣衣服 会发现屁里啪啦 屁里啪啦 电光火石的感觉啊 那就是因为 它有巨大的静电 才缺水 static 静止得静电 静止得静电 好 那么到句子吧 说prices on the stock market wish have been static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股票的价格呢 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趋势 and now we're in again 但是呢 现在就有一个上升的趋势了 对不对 在这里呢 很明显 static 它就是一个形容器 静止得的人用法 价格它是静止得 价格是平稳得 同一题话 比如咱们的study 比如咱们的这个stable 都可以让同一题话 你看不管是study 还是stable 是不是都是ST开头的 我们站立想过吗 站那不动 稳定得 坚定得 那比如说这个单词 statfast statfast 是不是就是 坚定的站在那 坚定得 那么这单词 我们说什么叫statfastfriend stantfastfriend 就是你老铁 没错 挚友 挚爱 是不是 那种坚定的 就是在一起 永远不分手 statfast 好 没问题 那么下个单词呢 叫做stolid stolid 那么我们去记得 我们来看 是不是叫solid 这单词 表示固体 就是那种 坚如磐石 坚如磐石 那么st呢 站那儿不动 站那儿不动 坚如磐石 stolid solid 所以说它指的是 我们所说的 无动于衷的 想想了吗 无动于衷的 solid 在后面 叫stiming 叫stiming 那么这单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stand in front of me 站在我面前 不动 你就成了我巨大的阻碍 所以说它可以归到 咱们之前讲的那个 hamper impeat hinder cur 那几个单词里面去 把它归到里面去 stiming 站在我面前 站在我面前不动 stand in front of me 对不对 小小的 对 inhibit 那些同一话 给它梳理 总理到一起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就是还是以st开头的 表示站立单词 第一单叫stunt stunt 我来听一下 是不是要挡 就是别挡着 我别挡着 我阻碍我生长 是不是 ok 所以说stunt 首先有阻碍的意思 而且是阻碍生长 我们来造句子 like of the right food may stunt growth 如果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没有是要合适的食物的话 是不是就阻碍你生长了 就比如说老一辈 他们可能就是营养不良 吃不上什么鱼肉淡奶 就会阻碍他们长大个儿 stunt growth 挡我 别挡我 别挡我 别阻碍我 好 那么这段词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这个噱头的意思 特技的意思 就是老师比如说 他在后面出现了 然后你突然在这儿好好学习 但老师已经洞察一切了 说别给我耍一些小把气 trick stunt 在这个单词当中 他可以同一换的 就是那种小把戏 小把戏叫stunt 还有就是那个特技演员 比如软体 软体表演家 把那个头啊 放到脚旁边这种 他就是叫stunt 特技的意思 还有就是经常说 电视电影里面 无毛钱的特技 也可以叫做stunt 都是这一单词 好 没有问题 这陆琦他们觉得简直了 同一替换之王 下一个词呢 叫做stance 你来看一下 它长得是不是像stance这一单词 那其实stance 除了动词战利外呢 它本身就有观点的意思 本身它作为名词来讲的话 它就有观点的意思 所以说stance 我稍微变一下后缀 它还是态度立场的意思 相当于attitude 相当于这个position 我们说一下 什么叫做political stance political stance 就是我们的政治立场 对不对 我们一直坚持这种 和平有爱的政治立场 political stance 什么叫做defensive stance defensive stance 没错 叫做反对的观点 对不对 这种抵御式的立场 这件事情 我不同意 也不同意 我是一个抵抗的状态 抵御式的立场 抵御式的态度 defensive stance OK 那么再回答题呢 stance 还是跟站立相关 坚定的站在那儿 坚定的给你执血 大家可以联系 坚定的执血 叫做stance 再过句子 she's a staunch advocate of free trade 它就是自由贸易的一个 坚定的支持拥护者 stance 坚定 执血 坚定的去执血 stance 好 没有问题 对要下课了 同学们 风气系同学 说进度条 已经支撑不住了 再坚持一下 马上咱们就下课咯 咱们再讲完 上下两个单词 再讲一下 剩下两个单词 那么这一单词呢 叫做surfisticated surfisticated 多有止血的意思 对 多有止血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单词呢 叫做surfisticated 表示这是复杂的事故作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呢 它的词根叫做surf 那么surf这个词根 同学们你想一想 其实它并不陌生 比如说 你可能英文名字 就使用到了这个单词 对吗 就使用到了这个单词 比如说 你有没有叫surfida 巨兽 咱们不叫surfida 有没有叫做 这个surfia的同学 索菲亚 索菲 那为什么妈妈 会给你起到 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因为她希望你是一个 聪明智慧的小女孩 对不对 就比如说 大家上过 建坤老师的课吧 为什么建坤又建坤呢 这她给我们讲的 就是当年 她妈妈爸爸去新疆工作了 然后生了她之后 就希望她可以建设昆仑山 建设昆仑山 之前江华老师 刚刚新老师的时候 她就觉得自己 还挺自信的 是吧 教第一节课的时候 说同学们 这是我的个人邮箱 你要是觉得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来咨询 或者觉得我讲的好话 也可以来夸夸我 但是她等了很久 都没有收到任何一份邮件 终于在某一天的下午 都收到一份邮件 就同于说 老师请你回去 诋毁了她的教育成果 是吧 所以说你看 赵建坤 为什么叫赵建坤呢 蕴含了一定的意义 建坤就是建设昆仑山 为什么取根 要叫取根呢 因为父母希望她怎么样了 接地气 是不是 能理解吧 还有就是同学们 你想一想 平时你起的英文名 它就是影射了 你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格调 比如说有没有叫什么 Lemon的 叫Chili的 叫什么Strawberry的 这种同学 你想一想 你在外国人眼中 你就是张英跑 徐香蕉 王草莓啊 照股头 是吧 你就是想一想 这个名字非常的搞笑 所以说同学们 要取名字 你要取一些有含义的 你看Sophie 昆 美人如玉 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要诋毁别人 夸自己呢 简直太恶劣了 这个态度 所以说Sophie呢 指的是wise wisdom OK 那你看 是不是聪明的人 想事情要比你复杂一些呢 想事情呢 就要比你稍微复杂一些 要比你事故一些 这就是Sophisticated 这原词的来源了 那现在能理解 大二学生什么意思 大二学生叫做Sophomore 你来看一下 是不是比大一的小鲜肉 怎么样呢 现在要更聪明一些些了 知道这个选修课必逃 必修课选逃 然后怎么跟这个教导员 非常英勇的 都是都有了 他们就是Sophomore 比大一学生 怎么样的再聪明一些的 就是我们大二学生 对 好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 剩下的几个单词 叫做Sophist 我们说IST结尾的呢 就是一个表示人的单词 你看是不是聪明的人 就是诡辩家 诡辩家就是那个 我们说这个 柏拉图那个年代 就是正在说 反正说都是对的 就是谁也说 什么毛病来那种 就是诡辩家 其实它是一个 贬义词的东西 诡辩诡辩 其实是个贬义词 那诡辩的这个主意呢 加上ISM之后 就是诡辩的这样的学术 诡辩的这个学派 诡辩的学派 那么现在呢 告诉老师 这个philosopher 知道怎么来的吗 ER表人 对不对 Soph是聪明 那么这个 这个P-H-I-M-O 什么意思啊 没错 他表就是love 同学们看这一点 怎么来的吗 它其实是一个 后置的现象 其实是一个 后置的现象 这个L-O 是不是对应了 这里的L-O 看到了 那么我们说 P-H 它是不是是 F-U的这个翻译 那F-U跟那个V 是不是可以换 F跟V是可以互换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 后置的现象 Philosopher 哲学家 那喜欢的是什么呢 喜欢的就是哲学 Philosophy 没有问题哈 然后呢 咱们来看 下面的最后一个单词 叫Effuse 表示的是流出的意思 Effuse 那么现在这个 Fuse呢 指的是Pore 指的是Pore 这单词 就表示轻道 那么怎么去道呢 是往外去道 就流出来了吧 所以说Effuse 指流出 那么形容词 加上IBE结果 也这样一个形容词 后置的就是Effuse 指的是流露情感 异于言表 Effuse 流露情感 异于言表 就流出来了 控制不住我机器了 是不是 要句子 Her effusive welcome made me feel uncomfortable Her effusive welcome made me feel uncomfortable 它这种怎么样呢 欢迎 当然不是什么好欢迎 感觉是那种 比较做做浮夸的欢迎 对吧 都流露出来 太过明显的欢迎了 让我感到极度的不舒适 打扰了 Effusive 往外去流的 异于言表的 流露情感的 对 脚柔造作 可以让你发现 脚柔造作 好 那么下一个叫Infuse 你看这会怎么流呢 是往里去流 就是灌输的意思 Infuse 叫具体 The traditional method for education is to infuse 传道的教育方式 你想一想 是不是就是死精灌 天压式教学 但是现在的教育方式 比如光老教育方式 就是愈教愈乐 那你在开箭快乐 过程当中 怎么样呢 继续完单词了 叫Infusive 灌输 好 那么下一个叫 Transfuse Transfuse 刚才是Trans前缀 什么意思 Trans前缀 没错 是不是转移转换的意思 From A to B 比如说 把B型血 输给A型血 把A型血 输给O型血 把O型血 输给ABC AB型血 对不对 穿着去输 你完蛋了 叫做输血 叫输血 Transfuse Transfuse 好 再往下的 这家叫Profuse Profuse 他只是康慨的 丰富的浪费的 那你看怎么去输呢 怎么去轻道呢 是不是往前去轻道 往前去轻道 到多了就浪费了 对不对 因为我太丰富了 太康慨了 我又不在乎这点了 浪费就浪费吧 对吧 叫Profuse 什么叫做Profuse with money 说这个人呢 真的是太怎么样了呢 Profuse with money 叫做奢侈五度 对不对 挥霍五度 翻译得非常好啊 小什么小弟同学 对叫挥霍五度 Profuse with money 好了 那么什么叫Profuse in sex Profuse in sex 叫做非常感谢 对不对 万分感谢 感激不尽 没错 叫Profuse in sex 就是这感情呢 太丰富了 感谢呢 太强烈了 好 那么下面呢 这一单叫Diffuse Diffuse 那么这里你看 还是一个单词变形 为什么变于发音 Diss 表示的是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像四面八方 去倾散呢 像四面八方 去倾道 证明了 尤其是指这种光啊 细味啊 声音那种瓶漫 所以说它有这个 散开的的印象 瓶漫散开的 Diffuse Sorry Diffuse Diffuse 比如说你看老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什么呢 就是Diffuse Knowledge 对吧 老师就是传道 收益解惑 在传播 过散这样的一个知识 叫Diffuse Knowledge Diffuse Knowledge 没错 那么再往下 最后一个字叫 Suffuse 怎么去记呢 就通过它对应的 这样一个形容词 Suffecient的句记 Suffecient 什么意思 充足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我要让这个地方 变得充足 Suffecient 我就要把它冲啊 Suffeuse Suffeuse 那么再过句子说 She was suffused with happiness She was suffused with happiness 她被快乐所填嘛 证明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 她很开心 没错 上这个课呢 I am suffused with happiness I am suffused with knowledge 我被知识填满了 我被快乐填满了 好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组单词 大家掌握的怎么样 来看一下 第一个词 Profuse Profuse 说的是往前 怎么样的去倾倒 我不在乎了 多到点吧 是不是浪费的 因为什么呢 我是一个非常慷慨的 对这个东西呢 非常富有丰富 康慨的富有的 还有我们所说的浪费的 康慨富有浪费的 Profuse 下一个词 Stature 惹火的身材 Stature 惹火的身材 没错 下一个词 Stunt Stunt 我们说 哎呀别打我 别打我 Stunt 它有特技的意思 五毛钱的Stunt 五毛钱的特技 除此之外呢 还有阻碍的意思 相当于 Hamber Impede Hinder Great 第四个词 Blight 不见光就怎么样呢 不见光就枯萎 特别棒啊 不见光就枯萎 第五个词 Pervert 这个人一直在我旁边转 他真的是一个 从头转到尾 这个人在我旁边 他真的是一个 变态曲解 变态曲解 Great 第六个词 Transfuse Transfuse 说把A型血输给B型血 把B型血输给C型血 叫做输血 对不对 输血 Transfuse 第七个词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Soph 表示的是Wise 对不对 聪明人想事情 怎么样呢 要比你学会 八面凝龙 左右逢圆 他想事情是 复杂的 使骨的 Great 复杂的 使骨的 Sophisticated 第八词 Diffuse Diffuse Disfuse 向四面八方去 Pour 对不对 清道 他学的是 蔓延 蔓延 扩散的 第九词 Stumble 说加强去倒 加强躺在那 表示的是 量呛这个动作 对不对 不是盘上就好了 不是盘单 不是盘山 他指的是量枪 第四词 它指的是 Statute Statute 我们说特特别的法令 特特别的法令 好 那么再来最后一组啊 最后一组 首先这个词 Paternal Paternal 来自爸爸这边的 对不对 我们说Mater 就是妈妈 Pater就是爸爸 傅爱德 傅爱德 傅希德 对 非常好 第四词 那是Tangible Tangible Tangible 我只有摸的时候才能觉得烫 对不对 那能摸到的就是可触摸的 对 有形的 Tangible 好 第三词 Avert Avert Avoid Avert 加强去转 哎 别 麻烦 别找到我身上 Avert Trouble Avert Trouble 避免 Great 第四词 Tangible Tangible 想想 Tan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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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贴纸书 书完之后就不会让你的头发怎么样呢 纠缠到一起 对吧 你看 来回摸来回摸这东西 势必会纠缠到一起 哎 纠缠的意思 第五词 Intact Intact 说 别摸我 让我怎么样呢 保持完整 完整的 很好 第六词 Pamper 帮保持背成心 给到你最怎么样的 呵护呢 宠爱的 宠爱的 宠爱 Pamper 第七词 Outmoded 说大表姐留文都不穿的 他就是 大表姐留文不穿的 他就是 过时的 对没错 表示过时的 第八词 Discard 多少三 我要不起 不要 同一词就是我们的 abandon 对不对 abandon 很好 第九词 Stime me Stime me Extend in front of me 站在我之前 表示的是阻碍 没错 阻碍 历史单级 翻包 翻包 翻包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我们所说的搜寻摸索 搜寻摸索 好了 那么今天这单级呢 就基本上讲完了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St的还是分不清的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St的所有单级呢 它都表示的是我们的 对这件事太多了 大家看一遍 别着急 这件事呢 它全都是跟战力相关的 你看 处在那不动的是雕像 处在那不动的小 就是我们的小雕像 我们的地位 惹火的身材 特别的法令 这好记吧 再往下 你看Static 我们说最简单的是 静止得的意思 应该属到一个 文字会了 那静止得 静静静 还有经验的意思 对不对 还有下面 你看State 我们说Steady 表示稳定得 所以是Steadfast 还是跟稳定相关的 减定得 再往下 Solid 你看同一天话 影射的是这个 Solid 固体得 固体的你想象 跟流动的液体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它比较坚固 无动于衷的 Solid 再往下Stami 站在那儿 我之前 站在那儿不动 阻碍Stami 对 没错 麻木了 无动于衷的 再往下Stunt 别挡我 Dunk了 你看 别挡我 别挡我 阻碍我生长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 炫头特技的意思 炫头特技的意思 再往下 Stance Stance 我们说 你就想这个Stance 你看看是不是很像 Stance Stance Stance本身就有立场的意思 所以说呢 它也有立场 跟太多的意思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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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Sponge 就可以连到一起去记 坚定的直写 坚定的直写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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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单词 确实没有特别好的 这样的技术方法 所以说呢 你就需要把它放到 一个句子里面去记 把它放到一个 比如说Stance Advocate Stance Advocate 坚定的拥护者 坚定的拥护者 不是所有的单词 都会给到 就是特别好记的 这样的方式 因为你想想 构词法本身 这个语言学家 构词的时候 它要是想构造 很多很多单词 它也不能说 每个单词 都能讲出这个道理吧 老实只能尽可能 比如说从此跟此坠呀 从联想行的方式 给到你自己 但如果说实在 没有什么好记 比如说 像那种很短的单词 怎么去记呢 你只能 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 固定的表达 拿去记 你把它放到一个 固定的表达当中 记的是一个语块 那你其实 这单词 放到语句当中 你能认识 拿出来之后 你还是可以认识 对 没错 Face确实有融丝的意思 好 那我来说一下 今天的这个打卡词 就是我们的这个Vogue 可以用这单词来打卡 Vogue 表示什么意思来着 Vogue杂志 是一本时尚的杂志 那也没错 表示的是时尚 时尚的Vogue 好了 那今天呢 作为周末的最后一天 跟大家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末 非常开心 然后呢 咱们是第三堂的这个复习课了 那么接下来呢 应该是在下周几呢 会有 下周五啊 会有咱们的第四堂的一个复习课 同学们好好跟着刚刚去学习啊 然后呢 方老师呢 就是做好大家的后勤保证工作 帮你去复习 之前去过的单词 好了 那么就祝大家晚安咯 Good night everybody 拜拜 下周见咯